大家好 我是善貴 歡迎來到素食好主意 我今天煲苦與靈芝五指無陶素湯來喝 這個素湯是有健脾化痰 潤肺止咳的功效 在秋冬天氣乾燥的時候 我們煲苦與靈芝五指無陶湯來喝 都有很好的補健作用 這個湯是很清潤很好喝的 五指無陶是有健脾化濕 行氣化痰的功效 可以幫我們維持肺和皮的健康 如果有氣虛或皮虛的朋友 喝點五指無陶湯 也很有好處 五指無陶也是有補氣的功效 但是它又不像北旗的溫醋 所以是很適合大部分人的飲用 但是五指無陶始終是一些有補益性的藥 如果有實症或是外感發燒的朋友 都不適宜飲五指無陶 如果不是那麼清楚自己身體狀況的朋友 最好是去請教一下中醫師 這些是海粥 又叫做海浴粥 是有養陰潤醋 潤肺 清熱 補氣 益神精的功效 海浴粥還有生津止渴的功效 但是要注意了 如果腸胃不太好 大便經常是不得結實的朋友 就不適宜飲太多海浴粥的湯 如果是發燒 都不適宜飲海浴粥的 大家都很熟悉的淮山 淮山有幫助消化 止咳去痰 養陰益氣的功效 對我們的肺脾腎 也是有好處的 百合也是我們很熟悉的食材 百合是有用肺止咳的功效 無論是因為熱咳 或是肺氣虛而引起的咳 吃百合也是有改善作用的 當我們要煮一些潤肺止咳的湯 都不會少得它 藍不幸 藍不幸是有潤肺止咳的功效的 這些就是腐乳靈芝 腐乳靈芝是有止咳平喘 保抑肺氣的功效 可以增強我們肺部的功能的 也可以幫我們舒緩氣管敏感 或者是鼻敏感的 而且它的性味都是很溫和的 就算小朋友都可以喝腐乳靈芝的湯 腐乳靈芝還可以幫我們增強免疫力 所以秋冬的天氣是很適合熬 一些腐乳靈芝的湯來喝的 最後加幾個毛花果 或者蜜棗 或者椰棗 那麼我們這個 虎乳靈芝五指無桃素湯就更加好喝了 我今天就用了毛花果 毛花果是有幫助消化 和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作用 水滾了將所有材料加下來 大火煲15分鐘 然後轉小火煲個半小時 加點鹽 希望各位喜歡今晚的素湯 虎乳靈芝五指無桃湯 我繼續喝湯了 下次再見 拜拜